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王一博颜值崩了。面部发肿皮肤粗糙,被吐槽滤镜旺开。 王一博现在在娱乐圈中有着非常高的人气与地位。 自从去年与肖战合作的一部陈情令,瞬间地在演艺圈中站稳了自己的脚步。 王一博一向是被大家誉为即才华与颜值于一身的小天才,不仅拥有超A大长腿。 五官颜值也是从来让观众们没得挑。 但是最近他的颜值却翻车了。 其实王一博这个男孩,浑身上下都充满着闪光点,因为他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。 那就是职业的摩托车赛车手。 王一博还在ARC珠海站ZIC摩托车赛中咏夺双回合低组冠军。 让不少粉丝为之疯狂。 很多粉丝都去赛车场为他加油。 王一博在比赛完摘头盔后,因为比赛原因是素颜状态。 但是皮肤可以看出来非常好,头发虽然全部都湿了,但是依旧没有影响他的帅气。 但是最近从网友分享出来的这组生徒能够看到王一博,简直就是像老了十岁。 皮肤变得粗糙,面容有一些沧桑,与大家心中的完美男神有着很大的差距。 被网友吐槽他他离开了百万修徒师,就瞬间地仿佛成为了另一个人。 但是王一博的粉丝们赶紧地替王一博解释,因为灯光与角度的问题。 所以使得王一博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,差距那么的大。 而从有匪的一些路透中可以看出王一博皮肤状态也不太理想。 肤色有点暗淡似乎气色不佳,鼻子两边的法令纹显得沧桑感十足。 和平时精致的精修图还是有一些差别。 但是粉丝们拍的一些视频,却又能看出王一博的皮肤非常好,连毛孔都看不出来。 莫非粉丝拍视频也加了美颜滤镜?